这些缘分的事情很难说的 如果在最后发觉那个真是一个哥哥要说谎 有这样的关系的话 那只能够说一句何必尘相识了 缘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 谁会去托骤然地过 诈相逢 彼此爱慕 来生精彩 缘分业消失不要问为何 为他一生为何是我 愿真要不悔恨 天相恒 何必相识过 不必观谁人处了我 真记得颜我多 心在外达伤 我的心放败送我 错过了没吞内涵 缘分已消失不悔问为何 谁怕一生淡然到过 缘分都相爱慕 百变灵魂 曾否相识过 以难人证送上蔡丰华镜的经典禁曲 何必尘相识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 其实或多或少都需要缘分 无论朋友也好 夫妻也好 如果因为一时的争拗 而令到一种缘分毁于一旦 你说多可惜呢 好好珍惜每一段缘分 如果不是坦超 就会概括一句 何必尘相识 缘分要消失 不要问为何 为他一生为何是我 愿真了不会恨 只想问 何必相识过 不必关谁人夫了我 草害你 他的心 无法崩溺我 抓不了无興 万其 chat 的人夫了我 千人一个追求 到输 地想 缘分都想爱慕 百年离婚 曾否想死过 宋相机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1983年的其中一首金曲 就是蔡峰华的《何必陈相诚》 Kent 蔡峰华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 我很欣赏他跌低了起翻身的那种精神 希望日后他可以继续唱多些好歌给我们看 其实跌低了起翻身的除了蔡峰华之外 还有很多朋友